要拆除的就是这样 还有这样的这些钉子 你拿撬棍把它撬下来就可以了 好 各位晚上好 我是董买买 这一期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这辆特斯拉Model 3 因为最近呢 国产版的Model 3开始批量交付了 我发现大家对于Model 3 好像有那么一点误解 来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误解 大家提车之后发现 国产版的Model 3 就是说是不是减配了 而这个事是这样的 你买的所有的国产版 它都叫做那个什么高级版内饰 所有目前在售的这个进口版内饰 是不一样的 你不用说这个是减配啊 你在订车的时候 这个页面上就跟你说的这个内饰跟不一样 你看到的那个特斯拉的一些展车 可能是什么performance版本啊 或者是双电机四驱版啊 那些全部都是进口的 所以这个是只是配置上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特斯拉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特斯拉目前把LG的电池 以及跟松下电池开始混着交车了 就是你交车的时候 你不确定你是松下电池还是LG电池 那这儿我想再提示一点 就是不管是松下电池还是LG电池 这都是符合特斯拉标准的电池 就是特斯拉那个在工艺部申报的时候 它就申报了两种不同的电池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你想对这个电池有什么挑挑简简 其实没啥方法 那这个识别方法呢也比较简单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车内 它给了你一张环保标 那个标记上面写的NEDC455公里的 那个就是松下电池 那个环保标上写的445公里的 就是LG的电池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你把车的电给它充满 充满之后显示的是380公里左右的 它就是松下电池 显示360公里左右的 它就是LG电池 但是呢这个方法不太准 因为目前来看特斯拉这个数字 它会有一些浮动 也许是因为气温 也许是因为你的驾驶习惯 所以有的人是378 有的人是385 像有的人是360 有的人是什么350几 都会有一些浮动 这个不太准 然后第三个方法是更加准的方法 是你看你车的右后门 右后门把它打开 上面有块名牌 里面会写的那个电池的容量 容量是350伏 这个是额定电压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安时 148点几的那个就是松下的 145.7的就是LG的 就是LG的电池要略微少了那么一点点 对 所以这就是 但这个还是像我之前说的 这都是特斯拉在买车之前 就已经申报过的数据 所以你纠结这个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那现在你是纠结松下跟LG电池 7月份之后 宁德时代开始供货的时候 说不定你要纠结 是LG电池 还是宁德时代电池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特斯拉 他把两种电池都交了 我觉得应该都能符合特斯拉的标准 不然他也不敢出来卖 对不对 第三个纠结比较大的原因 是特斯拉车载控制电机 那就是咱们俗称的 这个hardware 特斯拉的autopilot 大家都知道 里面它经过几代的更新 从hardware 1.0 更新到hardware 2.0 更新到2.5 以及最新的hardware 3.0 那我买的这辆车 它其实装载的是hardware 3.0 hardware 3.0的性能非常强悍 可能是现在已经交车的所有自动驾驶的各种各样的硬件中最强大的一个硬件 它的最高算力达到了144TOP 非常非常强悍 特斯拉甚至在去年开过一个自动驾驶日来说过它跟2.5的区别 HW3.0计算机的算力是HW2.5的21倍之多 但是功率却没有提升很多 我记得一个是56瓦 一个是72瓦 大概只提升了十几瓦 就是说它用了十几瓦的这个峰值功率的提升 就带来了21倍这样性能的提升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 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现象 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就特斯拉在交车的过程中 HW3.0跟HW2.5开始混用了 这个事是这样的 特斯拉其实并没有承诺过国产版一定要装HW3 但是如果你不装HW3的话 这个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首先的区别在哪 第一个就是你在正常开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路面上的雪糕桶 如果是HW3的话 它是可以展示出来的 当然我说过的 这个展示的雪糕桶 它不一定准确 有的时候像我家门口的门柱什么的 万物都能被识别成雪糕桶 但是HW2.0就完全对雪糕桶 不会有这个险上的反应 这让人就花同样的钱 就会很难受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画质 我不知道是因为HW3的算力更强 它的压缩算法更好还是怎么样 HW3的行车记录仪的画质 会要比HW2.5的要好 这个就买回去的话 如果你用就有一点难受了 对不对 然后其次呢 就是HW3目前虽然来看 好像在autopilot上 你没有感觉到什么 但是更强大的算力 其实它起到了一个算法的冗余的作用 就同样就比如说你买了一台 i9的MacBook Pro对吧 虽然你知道它因为散热原因 它会降频 那性能上并不比i7强往哪去 但是你知道你在它需要的时候 这个i9总归会比i7要更好 是不是 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那你花了同样的钱 你去买i9的笔记本的时候 你当然不希望别人给你一台i7配置的 对不对 那特斯拉现在就是这情况 就是你花这一部分钱 有一部分同学买到了它的性能是HW3.0 这样高性能的 有一部分同学买的是过去老板买HW2.5的 这样大家非常不舒服 说实话 如果是我买了HW3我也会非常不舒服的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那怎么样去识别呢 这个识别方法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提车之后 然后这个AP校准完了之后 你去看路面上 如果能识别出雪糕桶了 那肯定是HW3你就不用纠结了 那如果识别不出雪糕桶 那大概的一双就是HW2.5的 当然还有一个硬核的识别方法 就是你把你的手套箱下面的那块板拆开 拆开之后 你去看上面主机的型号 主机型号那个编号是1462554的 这个就是HW3的这一套芯片 主机型号是1483112的 这个就是HW2.5的芯片 拆这个板其实很简单 你有一个翘棍 你把它直接打开 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样一个芯片 本来呢 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太应该的 那我们等特斯拉尽快给出一个答复就好了 但是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些无脑特吹 我称他们为无脑特吹 给出了一些非常喜地的评论 让我作为一个车主看到非常气氛 他们说在数码产品中 使用不同的供应商是很正常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说法简直是不要脸 你一个手机 你使用不同品牌的屏幕 至少你可以保证这个不同品牌的屏幕带来的 它的分辨率是一致的 对吧 它的最高亮度是接近的 对吧 它的对比度是一致的 它起到的显示效果 是基本上是一个水平的 是不是 这还是不同品牌供应商带来的情况 你这个HW3.0 比HW2.5 是它性能的21倍 你跟我说这没有区别 这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供应商更换 你要脸吗 还有无脑特吹说 你不买FSD的话 还更加省电 这就更加不要脸了 前面已经说了 一个功耗是57瓦 一个功耗只多了15瓦 多了15瓦 你可以多21倍的性能 我就问你这15瓦要不要花 并且这15瓦的功耗 可能还是峰值功率的增加 你日常在使用的时候 这个车的算力 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 两者的功率 可能几乎就是一致的 这些人太他妈不要脸了 你今天看到的是 硬件算力上的差21倍 你以后呢 你难保说这么一台主机 在3.0的主机上 它的识别速度更高 它的计算效果更好 就比2.5的车 以后在普通 哪怕是普通的autopilot上 效果都更好的时候 你怎么办 为什么特斯拉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能客观的说 马斯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提出一个疑问 等待特斯拉来回答 等待特斯拉去解决呢 而是上来就来洗 并且还给所有 像我这样提出疑问的人 扣个帽子 他们一定是有伤 拍过来黑的 我就想问一句 你们这么不要脸 你不觉得丢人吗 那有同学就问 现在来看 有没有一个百分百 可以获得HW3.0的方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你提车 就想百分百是HW3.0的硬件 好像现在就今天2020年3月2号 这个时间点上 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但是我给你提一个方法 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 特别热爱特斯拉这样的企业 你也想要HW3.0 但是HW2.5 现在客观上就装车了 你也没辙的时候 你花五万六千块钱 买一个FSD 就是FSD叫For Self Driving 这是一个特斯拉autopilot的 一个选装包 你选装了这个选装包之后 马斯克在推特上 曾经多次表示过 所有买过FSD的用户 都可以免费升级到HW3的 这样的一个车机 然后事实上在美国 有少部分 很少的一部分用户 已经升级起来了 国内目前没有升级的时间点 但是至少从目前给出的信息来看 当然特斯拉官方也没给过承诺 都是马斯克的一个推特 你花这五万六 是可以获得HW2.5 提升到HW3的 那个售后会在以后 接到通知的时候 喊你去安装这么一块系统 这就是你目前能获得的最好方法 但是买买之前提车的时候 也说过一件事 就是特斯拉它的精髓 其实就是在于它的FSD 你都买Moderno 3了 你都对于这个车的做工 是吧 你都进行了接受 你对于这个车的空间 尤其是后排 你看我这后排 这个车的座椅宽 都还没有我的安全座椅宽 这些空间上你也妥协了 做工上你也妥协了 对吧 你图什么 你图的还不就是特斯拉 吊打目前其他所有车厂的 autopilot 那autopilot 最强的是什么是FSD 所以这五万六千块钱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了 你一定要去花这个钱 把它买掉 像我就把它买了 那我这样 我自家Moderno 3买完之后 是因为29.9万的车 我买了这个5.6万的FSD 然后我又选了轮毂 选了车漆 最后的价格是37万块钱 但是我开到手之后 我就觉得我这辆特斯拉 至少在辅助驾驶这些方面 是可以让我感到非常舒服的 甚至它有一些很酷炫的功能 比如说召唤啊什么的 这些你不买FSD都是没有的 所以不管是出于HW3硬件 你一定要要 还是对于买特斯拉 就应该买它的精髓产品的考虑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还是把这个FSD给它买了 好了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特斯拉很香很香 我都买两辆了 但是并不代表消费者 叫纵容买东西 跟开盲盒一样的这样的行为 没有人的钱是花大风吹来的 你可以说松下LG电池 是供应商不同 但都符合你的标准 买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这事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拿已经是一个落后版本的硬件来装车 并且有的同学反馈说 我没见到 但是他在微博上说的 说车的环保清单上显得是HW3的硬件编码 但是实际装车是HW2.5 这么做是否违反法律 我不知道 但是特斯拉应该给客户一个说法 对不对 我相信特斯拉是一家好企业 是一家推动世界向可持续能源转变的伟大企业 我的偶像伊隆马斯克一定不会忽悠消费者的 他们一定会用最大的善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国产特斯拉车主在这个工厂刚刚投产的时候 就购买了国产特斯拉 一定是对特斯拉对于伊隆马斯克充满信任的 希望特斯拉不要辜负了这份信任 好不好 好了 这个是本期董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 订阅董买买买买的头条 B站微博 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